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霍尊 这一次给大家分享一下第六期的这首宅歌的创作背景 这首歌当时其实也是很快就写完了 因为是在不想写歌的一个状态下写出来的一首歌 因为是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 你很容易会断片一样就没有感觉了 我就打游戏去了 然后就去鲁鲁猫啊 正好在打游戏的过程中随口唱了一句 那是什么 阳光真灿烂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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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旋律就这么出来了 打游戏去了 鲁鲁猫啊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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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时是没有确定下来词 但是大概的内容其实都是这种 哎呀外面好纷扰啊 我还是待在家里吧 感觉这一天好累什么事都不想干啊 那就还是在家里面懒着宅着吧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尤其现在大多数人都是 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中 其实也是不希望成为工作的努力 给自己偶尔放空一下 这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干也挺开心的 最早的时候 这首歌就是一个纯钢琴的一个动机 就七和弦加十一和弦的这种 有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外音在里面 但有一些小不确定性还挺好听的 有很多都不是歌词 其实就oh yeah yeah 啊呀这样子 但其实就是一个很懒散的一个状态 原来就是一个钢琴的一个简单的动机 但是后来我跟那个我的制作人郑伟 我们一块在沟通啊 就觉得嗯 这个动机虽然很好玩 但是可以推翻掉 就可以再开阔一点的 因为我每一期基本都是围绕着piano来做的一个 来铺开的一个动机 那这一期干脆就不要有任何的键盘类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概念最早是伟哥提出来的 说可以弄一些马铃巴琴啊 然后正好他还认识蓬蓬 正好是很棒的曼陀琳的这个琴 那个琴手 一提曼陀琳我觉得很好奇 因为我对曼陀琳这个乐器是很很很喜欢 但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正好可以通过这一次能合作一下 然后再加上一些手鼓啊 一些原声乐器 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到位 就顺着这个制作思路就去了 然后包括到了最后一段C段的时候 看一下啊 马铃巴琴 从头到尾贯穿的就是这样一个Riff 就是以曼陀琳为主的一个Riff 哦耶耶耶耶 一人间 目前都是假的音色 因为现场还是会真的音色 然后那个他不了点还没有加进来 一人心容易灿烂 然后邦嘎鼓夹进来 每间千里雪 哦耶耶耶 天盘依旧是梦 呀呀耶耶 这也是带有一些Jungle的一种色彩在里面 然后刚刚那句歌词 是我原来的demo里面的 这一句叫做 键盘一敲我什么不缺 键盘一敲我什么不缺 但后来觉得这句好像不太对 不然的话别人还以为我是当键盘侠的呢 因为我原来是想表达的就是 我宅在家里面当做一个 网上冲浪的一个爱好者 键盘一敲什么不缺 但觉得很容易引起起义 后来这句歌词改掉了 改成WiFi一接我什么都不缺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对咬字也要求还蛮多的 尤其像如果像这种比较外放的歌的话 我喜欢开头的一些音都是比较开的那种 开口音比较多一点的 比如说WiFi一接 就是这样唱出来的时候也会很到那个点上 如果是键盘一就感觉总会差一点点意思 就WiFi这个发音就很挺舒服的 Perfect 然后就是C段的一段Riff 当时这个Riff 这个Riff 从整个C段开始 从头到尾就贯穿始终 这个是彭彭想出来的一个Riff 因为当时我前面已经很完整了 我想加一段C段的一个华彩 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跟韦哥设计的一些感觉都是很狗血 不太适合 然后这个时候彭彭就发挥了他少数民族的种族天赋 因为他是蒙古族 然后他正好听了很多那种图瓦族的一些音乐啊什么 他觉得这一段我突然想到可以加一段图瓦的一种那种名歌 改一下做成一个Riff在里面 就是刚刚听到的这一段 他还唱了那个呼迈在里面 就低的那个底下的那个地方 让他那个呼迈加的恰到好处 就一下子把这首歌变得更世界风了 好以上 这就是这一期的翟哥 希望大家都能摘出好心情 愉快工作 享受生活 右手是这个 大就是大 这个大太难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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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